接下來示範齁 痾...雙項羽 我覺得比較平民的配置 然後剛好有一個成就是全光 來第一關的話呢 洗技能 來我們洗好洗滿再出發 只吃歐弟弟要拚哥哥 可以有不...不用抽到哥哥也可以玩的玩法 思卡還會再開嗎?合作地獄不會再開 有機會啦不過這個要看官方啦 但高機率不會再開 如果要帶龐貝的話你要用雜射玩法 好這邊的話差不多可以把他帶走 那記得這個全光配置呢 他要消這個... 走消全光齁 才有這個額外的倍率 龍科我覺得沒有必拿 不一定 有血結束前會再開放喔 那我是說合作完之後就不會再開了啦 那如果結束前會再開放的話 那你還有...你們還有機會可以打 對不對 這邊的話呢我們開...這個 把暗珠弄掉 啊手消全光 這樣不知道打不打得死 打不死的話再打一回合就好了 欸打死了 嗯... 血轉了我覺得呢...一樣難轉啊 喔這邊的話因為血量非常高 所以擋得住先攻 這邊直接開合體 然後直接給他一吸過去 傷害一定夠 對這次沒過下一次還可以再挑戰 可以 虎小牆沒事過耶 我是用紅紫吸配置 然後拼圖盾這個地方喔 有五顆的話 就直接開...吸喔 啊記得要手消全光喔 好 手消全光的情況下應該是可以帶走 喔沒問題 能不能用補比的手環切水果龍刻 欸你這個idea 你這個...創意不錯 欸這邊的話因為全光還有那個combo加成嘛 所以這邊其實你不用轉很多 喔你轉個... 呃... 1 2 3 4 5 6 好先鎖定左邊那一隻 因為左邊那一隻被剋屬 比較容易打死 喔然後轉珠時間...又長 這樣子 喔打死一隻稍微洗個技能喔 王一的時候 這個... 那兩隻主角有辦法跳起來就夠了 就稍微洗一下就好了 這樣 好 接下來這個... 電擊這個版面齁 直接開項羽 還原版面 然後隨便點一個珠子 好我們點火珠 點火珠 點火珠 然後把它切開 這樣一定過 大佐等一下會試給大家看 今天好嚴肅沒效果 通關優先嘛 通關優先 要不然你們來看我搞笑的嗎 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是想要看通關吧 2 3什麼卡 那個...之前的那個... 免費卡啦 就是...主角 蕭恩跟茉莉 西歐沒有照相機 照相機也可以取代 可以 阿你怕打不死再開個龍科 搞笑了你 我這台又不搞笑了 奇怪 怎麼這樣 都是很認真的阿 沒人看你我看貓 好這邊過了之後 最後一關呢 再單開項羽 傷害就夠了 阿當然你也是這關可以開 這個... 你也是可以前一關開這個 丹尼斯 那這邊的話就會變成 整版的仁竹符石 就不會被那個 好我們這邊點 呃... 水珠好了 我們這邊點水珠 然後直接... 全部切開 大聖是不是無視石化防禦力 對 西歐可以換星石嗎 可以 這對官方... 官方直播過 沒錯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看到的 不是每個... 剛剛又不是每個 我的頻道的人都有去看 對不對 純舊我覺得不一定要拿 西歐可以換魔石嗎 可以 就是可以弄出光強化就好了 或者是 有更簡單的選擇 如果今天你有 光屬性有一顆破拼圖的龍刻 你有那顆的話 你就直接帶就好啦 更簡單 對不起我無法專心看你轉出 因為被Bubbie的照片吸 很可愛吧 那這對的話就是全光成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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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